在中国你开展做生意开公司的时候 那么非常关键的是 你知道当你和一些其他公司 或者是一些政府机构打交道的时候 你一定要保证你能找到正确的人 那么在中国因为传统上 这种共产主义的体系 那么找到领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个领导基本上你可以在他的那种政府 结构图上去找到 比如说当地政府的 比如说举个例子市长或者市委书记 你可能跟他们去谈一个小时 如果说他们喜欢你的主义的话 你可能会节省非常非常的时间 你去跟其他下面的一个部下去谈到 可能你谈一年都不会结果 可能你跟这个市长吃一顿饭都可以解决 所以说在中国 这个找到一个公司的老板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中国不管是私营企业还是 我指的是中国的企业 不是指那些合资公司或外公司 在中国这些领导们的这些意见是非常非常重要 有时候下面那些中层的一些干部的话 他们只会去 因为他们十年以前 他们的提升的机会 他们的生存空间 就是在于怎么揣摩领导的意思 领导说什么他们就会干什么 所以说在中国我觉得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找到 你能够就是那个决定这个人的最高级别的那个人 就很容易就可以把事情搞定 但是你同时要保持就是你其他公司 其他人能够和公司政府有一个不同层面的接触 但是找到最高的这个职位的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他说的他几乎可以决定所有的事情